當時金融時報這個記者 然後去告 然後寫說什麼 中天都接受國台辦的指揮 什麼什麼 他就沒這回事 我那時候在這邊坐了幾年 然後我坐晚上 就這個時段 黃金時段 然後我們最常講賴教授 你知道常常被抹紅的賴教授 來這邊講這個兩岸議題 我從來也沒有接到電話說 這可以講 那不能講 你到底是干涉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說這顯然像 開箱也沒有指導過 我可以講什麼 不能講什麼 只有賴教授講太長的時候 我會把它剪掉 對 他們會生氣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也從來沒有是說 國台辦的電話來了 然後也沒有 我是真的沒有 至少我從來沒有接觸過 然後講說這叫報復行為 你就是在胡說八道 我告你有事嗎 我告你是剛好而已 今天這個蔡英文 才去告了彭文正被起訴 那是蔡英文針對彭文正 進行報復行為嗎 這就沒什麼道理 他也是要捍衛他的清白 對啊 所以這個邏輯就不通 你說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被 應該被美國寫進2021人權報告裡面 中華民國的總統在告媒體 我覺得扯到別的地方去了 簡單講一講 像彭文正這個論文門的事件 被檢察官起訴 這件事情就荒唐至極 我們先不講論文門 是真的或假的 但基本上它是一個媒體 針對他質疑的事項 去進行追蹤 報導 然後也許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 未必全部都能夠核實 然後在持續追蹤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們的北檢 用國家機器公權力講說 都已經講了 這個倫敦政經學院 都說都沒有了 政大都已經聘蔡英文 你還有什麼好講 這什麼道理 你就變成說 我們媒體本來supposed 就是要對執政者 對權威者 然後不斷的去追蹤 去挑戰他 也許我第一時間 沒辦法掌握到最精準的證據 但是我持續追蹤 然後假設 核實 然後錯了之後再假設 就是這樣子的過程 如果蔡英文敢用民視 去告彭文正 我還當你是 對 比較有guards 你用北檢 然後北檢的檢察官 如此之體察上意 然後去告了這樣 以後哪個媒體還會揭蔽 就不能 你只要一點點不對 然後一點點 然後沒有進展 或是說 你看看哪個權威單位 就已經說了 現在是倫敦政經學院 說了就算嗎 現在是政大說了就算嗎 總統府說了就算嗎 我們存在的價值 不就是要揭穿你們說的謊言嗎 那你現在拿這個東西來壓我們 叫我們以後不要幹這種事情 那媒體都廢掉算了